What's up everyone 接下來收看的是 小屁來開箱文 好今天我要介紹這雙鞋子 其實是個聯名款的鞋子 那它是這個Puma Crossover FP 那FP呢不是Footback Pro 它是Filling Pieces 那一打開呢你可以看到這個鞋子裡面的這個紙呢 它上面是有著Huma的這個logo 和FP這個字眼 那把鞋子拿出來 Filling Pieces它是在2009年開始成立的 那它是來自Europe的Amsterdam 那至於Amsterdam很出名的就是 紅燈區 紅燈區就是 很多紅色燈的一條街 然後你想要做一些紅燈的事情 就進去 然後可能就要闖紅燈 Filling Pieces它們最著名的 大概就是它們手工製的鞋子 它們鞋子大多數都是皮革或雞皮來組成 這雙鞋子呢其實是真的很帥 你從這裡看呢 來到鞋頭就 只要把它蓋著呢 其實我是覺得很好看 可能 可能我自己不是一個編制的這個愛好者 所以在鞋頭呢 我就大大的部分 不過整體是很帥 不過設計這種東西很一人而已 有些人就很喜歡這種編制的設計 我就還好 那說到這個鞋頭的部分呢 它這個編制的設計呢 是採取Filling Pieces其中一雙鞋子的設計 另外一個就是它的鞋舌 它鞋舌呢 是採用Filling Pieces很經典的鞋舌 它的鞋舌是比較突 比較肩上來的 在這個鞋跟拉環 你可以看到它是用了這個皮革的材質 然後鞋舌的部分呢 它們也是用了皮革的材質 而且上面呢 還燙 它其實是有點燙硬 然後你摸下去是有這個 Texture比較凹進去的 不是隨隨便便的 印上去然後穿兩下 然後那個Lobo就不見了 我絕對不是在說Nike跟Yoran 我發現呢 它們這個中底呢 有一樣的問題 就是這個DOG的中底呢 通常它們這裡會有一個 黑色的設計 不然這裡有一個Trinomial 在這一次呢 它們就全部去除 保留了這個全白的中底 所以更符合Filling Pieces 它們很clean的設計 就像是有一個 一般的設計 很像是一般的設計 在這兒 你的設計 是有一個KB 可以看到那些 這個設計 就是有一個設計 的設計 要是有一個設計 的設計 小片對這雙鞋子的看法其實很矛盾 因為一開始我知道Filling Pieces跟Puma聯名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興奮 因為我一直以來都很喜歡Filling Pieces的鞋子 不過它的鞋子就是三四百米左右 在馬幣,換算過來馬幣已經超過一千了 我希望它跟Puma聯名過後那個價錢可以再低一點點 所以我們都負擔得起 不過它這雙鞋子會比一般的Puma來的比較貴 可是比Filling Pieces便宜一點點 所以它是在中間的位置 Filling Pieces Crossover Puma 這雙鞋子其實售價是馬幣890 可能大家都會選的馬幣890 真的很貴 不過你另外一個角度就想 這雙鞋子如果是Filling Pieces就會破千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也喜歡這雙鞋子的話 麻煩按讚然後分享給更多人看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 Channel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我更多的影片 我這是Filling Pieces E9 我們下次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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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